国中既给高游课程比赛 今天在当地加上来基板 比赛行动有10片加增加参与参与流行 现场有关来国内建国中 总共500个学生来参加比赛 除了希望可以和学生提早接受事务的操纵 为将来建议这些学校来做准备 也和学生可以借到这些比赛活动 提升自我的竞争力 难道观国中既的高游课程竞争 当中的食品加上一期参与竞争行动 今天在当地加上新大基板 现场有将近500个月 来自观来各国中的学生来参加 希望可以成功得到竞争以外 也为将来买到这些学校 提早做好准备 很开心因为在学校常常失败 可是这一次比赛成功 那我觉得很开心 蛋糕会一直裂掉 然后要一直调整它蛋白的那个打发的时间 这次的成品觉得 觉得很好 是有没有信心还是怎样 还蛮有信心的 事之前我都是没办法在时间边 然后绑个马尾可能绑个半个小时之类的 然后就绑很久这样 可是到最近几天才在时间内完成 而且都剩很多 然后也绑得很漂亮 然后今天比赛完就还蛮紧张的啦 办理了餐饮家政还有食品类型的 这三类型 总共十一执勤我们需要办了三个执勤 所以今天有将近五百多位学生选手 到学校来参加写一个数个的竞赛 那我们学校为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 所以我们评审都请外界的 民师或者知名度较高的裁判来做评审 郑德官国中技巧的教育扩定竞赛 最近六小在国后来电池 科技来源以下口以及实质操作为主 郑德官里面前表示 现在的社会数学已经渐渐改变 提早给下心了解的信息 还是基数专重 从未来就能发挥质领 找到好工作 那么今天特地来举办 这个技艺的一个竞赛活动 那么这个竞赛主要的就是 要让这些同学参加竞赛 获得好的成绩 会给他们一个奖状 所以现在这个想法跟思想 已经慢慢在改变 不是追求高学力 将来就可以获得高的工作职务 还是要有遗迹之长 那么才能够在社会 有融赏之地 才能够发挥发展我们的才能 他过的技艺的竞赛 提供核心除了学科以外 另外一个电池材败的舞台 可以带早了解 主要的核实幸福 竟然肯定未来的信息方向 既然度算 蔡王博德